瞧瞧瞧瞧 上次咱们不是在这个水滩旁边 捕获了很多的鹦鹉吗 把它们的羽毛采摘下来 然后绑在小木棍上 就可以制作成简单的弓箭 趁着这会儿休息的功夫 我得多做几只防身的弓箭 大功告成 上次就是在这个地方 老弟我捉到了剑毒蛙 而且又发现了鳄鱼 不过由于中了毒 晕晕呼呼的 把它当成了水里的鲨鱼 而今天我储存了这么多制空箭 我得好好地找一找这条鳄鱼 看看它的真面目 咦 这荒角野外怎么有人在上鱼 难道是和我一样的生存者 声音从前面那个地方传过来 这边有只小野猪 先把它搞定它说 我好像看到了 在这儿 看它的模样像是一个野人 站住你个矛头小子 竟敢闯入我们的家园 喂老兄 你见过我老婆Mia没有 就是长得非常漂亮那个 背后 靠老弟 哎呀 你敢打我 我和你拼了 既然你先动手 那我就不客气了 呵呵 无知的小子 你不要过来啊 好厉害的长毛 不过我这剑也不是吃素的 打他 直接爬了他 虽然来者不善 我们务必要保持自身的安全 成功拿下 这个地方安全了 部落的长毛 这个应该是野人部落的一个长毛 把我的丢下去 这个看起来非常精致 想把它拿着 果然不错 轻巧而又锋利 好棒呀 瞧 我发现了什么 是鳄鱼 根据我多年的生存经验来看 这一条应该是凯门鳄 它的皮肤呈暗黑色 上次匍匐在水里边 很难分清它的模样 而且上次的时候 下着雨 我们还捉了剑毒蛙 剑毒蛙的毒素 侵入我们的神经 导致我们的神经迷糊 所以才把它误当成了鲨鱼 所以说 这种剑毒蛙 不能轻易地触摸 它很可能是一种毒素 或者麻醉药剂 估计我老婆咪呀 就是来这里 来和亚巴蛙可族野人会面 并且研究 这种剑毒蛙的医用价值的 又发现一只小野猪 运气不错呀 想跑没那么容易 看来老弟我今天运气不错吧 第三件命中 看看这是个什么小家伙 是野猪吗 看错了 原来这是一只小木 这种小生物 一般常见于北美洲的热带雨民 刚才它种了我的麻醉剑 呼呼地睡过去了 既然这样 咱们就不要伤害它了 让它在这儿 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咱们继续探险 又赶了将近半个小时的路 在这里 我们发现了一处 人类生活过的痕迹 地面上散落着一些废弃的油桶和家具 这里有个小棚子 有一些废弃的大袋子 和一些废弃的塑料桶 这些地板荒废了很久 才在上面支支作响 这个屋子里边 有一些现代仪器 肯定不是野人部落留下的 还有一个笔记本 上面记录了他们采摘叶子 并且制作颜料的过程 这个地方乱七八糟的 他们到底在研究什么呢 运气不错 在这个急救箱里边 我发现了一些药品 收起来 桌子上还摆放着一些罐头 还没过期 还可以食用 这个地方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卧室 这里还有一把坚果 收获了这么多的物资 看来接下来的几天 我再也不用为食物而担心了 外边仍然下着稀稀利利的小雨 这里有几张废弃的床垫 我得在这里 好好的休息一晚